你干嘛 九九 一会儿再带你下楼 好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大梅 一早上看到评论 真的快把我气炸了 大家看一下这几条评论 真的快把我整无语了 说我 可能是从事不正当的职业 然后一天到晚不上班 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有理由怀疑我 干嘛干嘛的 我的收入随便理查 这一期呢 我就是在暴露我自媒体的收入 纯自媒体收入 想问你们 你们说我一天到晚不上班 你以为我家里的这些样品 卖货天天都是摆设 而且这只是冰山一角 你以为这些东西 我只是摆着玩吗 我闲得没事干嘛 还有这一边 都是 下面也都是 实在摆不下了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软件 叫做个人所得税 这个税里面都是很正当的一个收入 我可能那一期退税的时候 我忘了拍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 每年的4月1号是退税的时候 上个月我一共退税退了3万多块钱 然后这个是不包括卖货的钱 卖货的钱是比自媒体拍摄视频的收入还更多 除此之外 我还是有做微信上卖一些东西 就所谓的微商电商 以前一直都在做 最早的时候是做代购的 后来就是慢慢加入了一些品牌 然后卖他们的产品 基本都是以减肥为主的 所以为什么我总是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就是大概我每次吃多的时候 我都会吃一下他们的益生菌的东西 然后再喝一些减脂类的东西 还是有效果的 只是这一些都没有给大家拍出来 我做自媒体也太忙了 微信上微商上我也顾不上了 广告也没有发了 但是有一些老顾客一直都来回购 这就是我所有的收入 而且我做这些东西 不是说我这两三年才做的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代购 然后生完老大以后 我就开始做微信上 开始卖减肥 因为当时胖得很严重 一下子从95斤胖到147斤 就算我出产房的时候 我还130斤 很卑微啊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出美的人 我接受不了自己那么重的体重 然后拖着一身那个肉 然后生完那个肚子还松松的 不像现在 现在的肚子都是很紧致 你看我吃完饭还是有马甲线的 你们搞的卖 我一天到晚啥也不干 弄那些乱七八糟的 那咋可能了 我们这个面膜又用完了 我再拆一盒 先敷个面膜 不然我的脸干干的 可难受了 这个面膜啊 我也给你们做到了一个福利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盒统一零售价398元啊 它一盒是有五片啊 我给你们49块9 倒手五盒 平均一盒只要9块9啊 我已经用完好几盒了 我当时是入手五盒 盒子就剩这两个了 这个已经用空了 它又拆 它是一款紧致水光的抗皱面膜啊 补水的同时呢 又可以提拉紧致你的肌肤 而且呢 它是有发明专利的 看一下它这两款进口原料 以及发明的专利号啊 都是在这个盒子的后面啊 我们不是什么三无产品啊 俗称面膜的热马吉啊 这个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残丝质啊 这个膜布呢 就像一层胶原皮似的 敷起来呢 很服贴很舒服 而且呢 它呢 是可以直达肌肤底层啊 紧致矿皱提拉弹纹啊 你看 脸上的方方面面都会照顾到啊 精华还特别多啊 我都没有给它全部弄出来 看到没 30毫升的精华 怎么在涂到脸上 它是精心研制的精华多态小份子啊 所以它吸收呢 跟普通的不一样 它这个是院线的产品啊 这次我给它搬到头条上卖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入手 平时一盒398乘以5452000 2000块钱不到的东西 你只要49块9 你就可以到手五盒啊 五盒一共有25片啊 含有玻尿酸多重精啊 不是指含有玻尿酸啊 它指的是透明质酸啊 以及水解透明质酸 还有水解透明质酸啊 以线化透明质酸啊 等等 它的成分呢 都是在后面啊 不是光抹嘴巴 说说的哈 而且它还含有维生素C 抗坏血酸 光骨 肝钛啊 还有燕麦 以及可溶性 蛋白多糖啊 多种成分 我念也念不过来了 我主要是想表达 我的每一份收入呢 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也靠我这张嘴吧 然后再加上我的平时的一些销售技巧 先把这个面膜敷个20分钟 我再跟你们说啊 不然太影响我敷这个面膜了 敷面膜的时候最好脸部不要有表情 你看到这种面膜是很光滑的 像个皮一样似的 这皮肤呀 真好 所以这个值得露手 干啥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跟我们家狗长得好像 小小 这 那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穿着顺衣是白的 说着说着 我又急着来看孩子了 因为一看时间呢 已经放学了 昨天没来 我又想念孩子了 不愧是我十月怀胎掉下来的肉啊 然后我女儿昨天都开始催我说问我妈妈你怎么没来 但是昨天车线号了 妈妈他去见弟弟了 一会儿就没来 养业都要醒啊 对啊 坚果大会 对啊 来你看一下这个几个加几个 几个坚果 加几个坚果 等于几个 这边几个 三个加四个 那三加四等于几个 还要搬小尺头 怎么就要送 在这边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个人所得税啊 刚好是两个手机 打开个人所得税 再进入我之前的退税啊 我今年退的两万六 然后去年退了两万块钱 是在今年我又重新申办了一下 他2020年这个呢 又多退了四千多块钱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蛮狗血的 因为之前没有做自媒体的时候呢 我是有去兼职做这个威视拍摄的啊 当时这个威视拍摄呢 他也是按播放量给我算钱 也是提供了身份证 然后挂到公司下面 后来就是没有拍威视以后 进入了做头条西瓜 结果这个公司呢 一直把我以职员的名义呢 挂到他们公司旗下 一直有工资啊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两三年年薪可能就五六万吧 六万以内都是不需要退税的嘛 因为每个人呢 他是有六万一年的一个免税 直到今年我才发现 我免费给他交了两年的税啊 就是加起来有 有个差不多一万块钱吧 所以今年呢就多退了一点 去年给他交了有四千七百多元 前年也是交了差不多 也是四五千块钱的税 然后等于说 我那个月的收入是两万六 两万六再加这一万 三万六 事情就好像天降一笔横财 原来自己能退这么多钱 一下进账好几万也是很舒服的啊 然后这个当然呢 只是我拍视频的收入的一方面 卖货的还没算 我觉得我的收入也不算多吧 但是总体算下来也是比较可观了 天天我问你 妈妈靠什么赚钱的 拍视频啊 还有呢 妈妈以前干嘛的 是不是还卖钱费 卖化妆品 对啊一直都是这样 你是不是从出生以后 你都觉得妈妈一直都在赚钱 是吧 有的时候还是我得给你拍账的 对啊 你说妈妈有时候赚钱也不容易对吧 还被网友吐槽说 我的钱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难道我去大街上捡的呀 天天从明天开始我俩 咱俩一起去捡瓶子 我们给自己的生活多增加一点收入 捡瓶子卖钱呀 一个才一毛 对啊 那我们就捡一天捡一百 一个月能捡三千 好不好 小孩的嘴是不会骗人的 我这一期呢 不得已把我的收入也曝光在自媒体了 这也没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闲得正做得值也没啥 爸爸做的饭做好了没 去看一看 然后你从没有太多 很您天使他 做得不那么多 所以 感谢观看